自然而然音乐艺术乐团优美的乐音 为2017斜坡上等艺术季揭开精彩序幕 活动举办的乡镇 来意乡长斗望义 以及狮子乡长孔昭等人 也特地来到记者会现场 宣告四场次的艺术活动正式接力起跑 我们还有圣诞晚会的点灯仪式 可以说有歌有舞 是一个非常让大家值得去观赏的一次 欢迎大家来试试乡 这次参加创作的艺术家 除了有屏东在地的原创者入选 来自花东等地的原住民艺术者 也共襄盛举 更有来自英国长居部落的艺术创作者 也首次参与 结合教育进行艺术交流 我们的工作室就是 那个就是我们的专业 我们会把不同的艺术家的设计 放在衣服上面 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坊 我们有请一个赖衣 就是新赖衣的艺术家设计一件衣服 然后这件衣服会带到赖衣游儿园 然后小朋友会有机会 可以把自己的设计放在衣服上 住村创作从几日起至11月24号 13位的艺术家将在泰伍以及莱邑住村创作 作品完成后将会在三乡以及屏东市 展开四场的艺术创作展出 把一些艺术创作品留在乡镇的部落里面 让他们可以以用这样来带动 社区部落的发展跟观光 那艺术上的艺术剂来结合 我们的一些相关系列的文化产业 甚至音乐的活动 都可以让各地的不同的特色 各个部落不同的文化内容 都能够逐一展现 协播上的艺术剂11月15号 新来艺部落将结合部落市集与音乐 12月2号 泰伍香水泉山公园 配合圣诞节点灯活动 并且有一系列的圣诞音乐表演 12月9号 狮子香 狮头山下 搭配着轻旅行以及野餐行程 12月16号 屏东市清创基地 则搭配艺术季期间的影像记录展览 我们会把在屏东创作的艺术品 像一颗颗璀璨的琉璃珠一样 把它串联起来成一串的琉璃珠项链 展现屏东的原乡部落的文化底蕴 在这边也特别邀请大家一起来到屏东 前年幸福在里那里部落 举办协播上的音乐祭获得好评 今年将足迹拉到平中平南等部落 以山川部落海洋为主题 将在地人文与土地以艺术展现对话 邀请民众踊跃共襄盛举 深入认识并且探讨原乡艺术能量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采访报道 请务卫德卫采访报道 请务卫采访报道 请务卫采访报道